10月30日,武侠泰德金庸在香港定市,享年94岁,企业文化深受金融武侠小说影响了阿里巴巴。 通过官方微博发文道念金庸,江湖仍在,永世我爱,短文图片就来自逃跑网官方微博当晚,逃跑网官方微博筛出满满回忆,2004年金庸到报淘宝办公室,马云、彭磊、金建航等阿里士巴罗还请金庸提示,金庸写道,宁可逃不当宝,绝不能弃成型,宝可不逃,先不能弃,马云与金庸有着近20年交情。 马云从小痴迷两件事,一是英语,一是武侠,他熟读金庸的武侠小说《阿里巴巴办公室》,以金庸小说的武林圣体命名,马云的办公室叫桃花岛,会议室叫光明顶,洗手间叫金与轩,阿里巴巴的价值体系,先后被称为独孤酒精和六脉神剑,阿里巴巴每个员工都有着花名, 要出自武侠或玄幻小说中的正面角色,在阿里巴巴,大家相互之间都知乎花名,创造一种公司里面人和人之间平等的氛围。 马云选的是封清阳,正是出自金庸的孝傲江湖,李独孤酒店的传人,无招甚有招的是外引者,马云接班人,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,张勇的花名是肖留子, 原马云金副董事长兼CEO彭磊的花名是李黛玉,原钱毛总裁王玉磊的花名是乔峰,马云和金庸相识于2000年,7月29日,香港,用季酒家,一个季,这托朋友带马云约来金庸,三小时后,两人成为望年交,金庸以身交已久,一见如故相赠马云,金庸还曾送马云别号马天行, 一纸天马行云但从不太空,据马云此前发布的微博,有一年冬天在澳洲,正好听说金庸也在墨尔本过年,于是马云飞去与他见面,马云只见老先生家的书房里全是各类的书,整整齐齐,晚饭时,马云很好奇的问他,这些书你都看过吗?金庸说,没有,我书看的不多,马云写道,我心里大喜, 感觉和我一样,买些书只是放在架子上而已,晚饭后,我又开吹了,我从一战时,二战时,一直看到未来互联网的影响, 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老先生居然摇清,讲一战,二战澳洲士兵的不防道战况,还说在哪个书架上有哪本书说的那次战事? 他还说他不看书,我汗颜的一塌糊涂,马云写道,马云还曾提到,自己2013年去开旺金庸,近九十高龄的他,坐在躺椅上,手里捧着一套名屎,马云感慨,读书越多的人越觉得读书不够啊, 马云还曾在微博透露,自己曾给朋友做过几次婚姻红娘,有一对朋友结婚生子,后有育孩子的名字,于是马云请金庸帮孩子取了名 2016年3月10日,金庸先生92岁寿辰,马云特别录制了祝寿视频,马云说,金庸武侠精神,对自己及阿里企业文化影响深刻,觉得男人,一定要看金庸小说 刚创业的时候,我们十八个阿里伯巴的创始人,十六七个都对金庸小说特别喜欢,金庸的小说充满想象力,充满浪漫主义和侠义精神,尤其是侠义精神,替天行道,惨凭人间不平之事 马云说,金庸小说里的很多人物我都特别喜欢,但最喜欢的是侠客行李的石破天,他简单,他执着 另外比较喜欢的风轻阳,他是个优秀的老师